我們要怎麼去發佈 發佈我們的這個 這個作品到我們的Google Play上面去 那首先的話呢 如何註冊 那其實註冊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像 這邊我其實有分享我之前我有註冊的 流程我把它稍微 把它記錄下來那其實你們可以找一個 找一個那個分享之前我有 就是 註冊的時候 我有把它記錄下來那你們可以 找一個關鍵字 這關鍵字就是那個Android教學 那這個Android教學對我來說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大概 在 兩三年前就會想說如果Android教學可以看到我的連結的話 那表示我的東西是被大家喜歡的 然後呢我大概前一陣子有上去有看了一下這個關鍵字 好像還在後面 結果最近我就亂搜尋了一下 你們等一下可以找Android教學 然後我就在那個哪裡可以看到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有沒有看到 大概在 第七個 第七個連結 就可以找到 那你會發現 其實前面這幾個都是 同一個 前面這幾個都是同一個 孫船熊 這四個都同一個 然後呢這個是一個網站 這個是一個 Android App的網站 這也蠻可怕的 這裏面是什麼東西 這是 學校 這應該是什麼 這應該是一個學校 跑到第一名去了 這是台灣大學的 怎麼會這麼快爬 我之前好像還沒看到這個東西 OK 這個是不是一個廣告 OK好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我的Android城市 的一個 證照的 懶人包 那這個懶人包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部分 就是 我歷來的分享 不過我只有做到哪裡 做到 4月 去年的4月6號 其實後面我還有很多教學還沒補充上去 所以我可能會再找一個時間把後面的 就是 教學連結 就部落格裡面的教學連結把它 補上去 那你們可以在裡面找到有一個是在這裡 9月6號的 這個 就是 最後一禮 如何註冊與發佈App 到那個Market 這邊的話就是你可以把這個連結點進來 這裡面的話我就有提到說怎麼樣 去做一個註冊 做一個註冊 裡面的話呢 如何登錄 如何做一個 比如說 你的 電話 電話的格式一定要正確 還有用信用卡付費 最後的話呢 就 按一下立即下單 就可以得到訂購 最後的話 就可以 成功的註冊完畢 但是 因為我這個是 前 2011年的9月 所以他的畫面好像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不過各位可以稍微找一下 我們這個部分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這個怎麼做 請各位如果有作業的話 請先繳交上來 就是繳到那個 502-5 或者在網路上找一下網方 那把作業先繳交一下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第一個請各位記一下這個網址 他本來是叫market.google.com 然後叫publish 他網址有改變 這個網址是最新的 就是play.google.com 然後後面apps 底線那個publish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好像在我們書上面也有 在我們書上面的那個頁次 是在 第 14-12頁 這邊也有 然後呢就把這個網址 輸入到我們的那個Google上面去把這個網址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的話 不是這個網址 這一次 這個把這個網址 把它 打到那個我們的 網頁上面去那就可以申請 申請那特別注意就是 在這裡需要25塊美金 所以還就是要一張信用卡 可以 刷卡的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進來之後的話 他有一些設定檔要填的 比如說你這邊的話可以填上開發者名稱 然後你的email信箱 因為我用email信箱好幾個啦 所以我就申請 好幾個帳號 然後呢網址打上去 電話號碼打上去那電話號碼記得格式很重要 一定要加一個886 然後手機前面有零可以不要 前面可以不要 那要不要 更新一些訊息給你如果要的打勾按繼續 繼續之後的話呢他會出現這個 有一些什麼 就是enjoy market 開發人員發佈協議 他裡面有講一些 簡介一下 告訴你 什麼定價與付款 等等的相關的 這個規定 那 甚至這邊有一些 一些相關的 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那因為台灣地區最近 好像陸續 會開放 本來都是免費版 現在陸續會開放 付費版 不過 還有爭議因為最近 台北市政府告Google 結果 判決結果出來了 誰勝訴呢 Google勝訴 應該有看到這個新聞 那代表就是說 將來 沒有7天的 建賞期 因為以前 認為說網路的東西 可是用軟體東西 你給你7天建賞期 用一用 你如果 不買了 那這不就很麻煩 那這個當然是有一些爭議在 OK那這邊的話我同意 OK 同意按繼續 繼續之後的話 那這邊 就會出現有25塊美金 那你可以 選擇 這個地方要怎麼付費 然後按繼續 繼續之後的話 就25塊美金 然後 這邊的話你就把相關的資料填一填 然後把你的信用卡卡號填上去 很快 Google太厲害了 他要收你的錢 收得很快 馬上就可以通了 真的不用等 我上次就是 意外 想說要不要等個 幾天 不用馬上就通了 像買那個雲端硬碟 我買那個 20GB 20GB 馬上錢付了 馬上就 你的容量馬上 點下去他沒有隔幾分鐘 你的容量就增加了 很快 他付費的方式很特別 我覺得如果說以後 他是不是也有像這種 開放式 比如我可以藉由他去幫我收錢 然後再轉給我 好像那個 露天就有這種機制 如果可以這樣其實也還蠻不錯 以後 網路上如果 有人要付費給我 那就直接他幫我收 收的時候再轉給我 有這樣的機制就不錯 OK Google好像也有 OK那你就把它同意之後 你就可以 有一個 這個 發佈的一個賬號 因為這邊的話我已經有申請過了 所以我就不再點下去 不然還在 點下去 今天又要花 750塊 OK 而且還好 你在上面賺的錢 應該不會被 扣到2% 補充 補充保費 不然每次只要賺到錢就要扣2% 感覺好像在繳 繳這個這個 網路上面這個應該扣不到 OK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如果你已經申請到一個賬號之後 你要再做什麼事情 接下來就說 你要 準備那個 APK 那也就是你的專案裡面 你要怎麼樣把你的APK丟上去 那這個APK 你不能隨便 就丟一個APK給他 他不吃 你要做 這個所謂的 key store 這個key store 跟Google map那個申請有點類似 你要申請這個APK的key store出來 你才有辦法把你的APK傳送上去 那我們要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如何去網路上申請 那如果說你今天 已經申請就不用了 如果沒申請的話 請記住這個網址 當然這個要 很這個 建議都一定要申請 雖然是要花25塊美金 可是我覺得 這個就很 我覺得是值得的啦 OK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